穩穩的那種團體 你這樣背信忘義 我也詛咒你 我詛咒你到最後會被亂劍射死 然後到最後來 散傳情就被殺了 殺了之後 到最後羅成 後來有一次在某一次戰役的時候 走到一個沼澤邊 現在沼澤邊的時候 真的就被敵人亂劍射死 所以這一世 算在領冤的時候 你冤的時候 結果呢他們兩個青龍星死了 白虎星死了 其實我給你先跟各位講白虎星還沒死 嚴格了那還沒被亂劍射死之前 二世人出來了 那我先講一下為什麼 二世 全部人 接下來的人物你們就會比較清楚了 接下來呢唐太宗時代 唐太宗時代 接下來 接下來有坐亂撩東的 叫做蓋蘇文 你可以想說他是比較 外遇的人士 就是蓋蘇文 他坐亂撩東 那就是相傳他是青龍星轉世 轉成第二世 坐亂撩東 然後呢甚至威脅到唐太宗的心靈 甚至唐太宗 有一次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夢見了他今天 那個出外打獵 然後走到了那個 那個遼東那邊的敵方的陣營當中 結果他的水蟲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結果他身陷了一個陷阱當中 出不來 然後結果呢 那個什麼 他遠遠的又聽到了 好像蓋蘇文的他們那種 敵人的隊伍已經來了 他開始就很緊張 在夢中一直喊到 誰來救我 誰來救我 就救那個唐太宗 結果救了唐太宗之後 唐太宗醒來之後 就一直在找他的 映夢閒城 要找他的映夢閒城 要找他的映夢閒城 映夢閒城 各位知道是誰嗎 剛剛有偷看到答案嗎 各位先猜猜猜 在唐太宗當中 他常常全身穿白色衣服 然後等於說 幫忙在對抗遼東的這個人 各位知道是誰嗎 白炮小將 不知道 還叫做 薛仁慧 OK 就是那個 映夢閒城 薛仁慧 然後呢 其實喔 這個已經 我說等一下 我會講這幾個故事 來自於前三本書 一個叫隨堂演藝 一個叫說堂演藝 最後到下面第三詩叫做 樂堂演藝 等一下 等一下後面的參考 那個書我有寫 那時候為了這個故事 我都真的一部分 稍微去看 然後呢 這個 薛仁慧就是 真東 後來他把這個 那個他就抓到了這個 那個 遼東作亂的頭頭 蓋書文 抓到了之後 就把他頭砍下 可是 在故事裡面描述 他頭被砍下來的時候 頭突然冒出來一個 黑色的煙 冒出黑色的煙 然後就飄飄走一見 然後呢 薛仁慧真東完之後 總算回來之後 唐朝就給他封 封了很高的官 以警還鄉 所以這時候薛仁慧 就要回去找他太太 結果在回去找他太太的時候呢 突然看到一個小孩子 射箭非常厲害 天上的鳥 射箭很小而已 但是就可以射箭射得非常厲害 他在旁邊看了之後 暗暗的 這個小孩子真是太厲害了 結果在暗暗撐雪的時候 突然來一隻黑牛 而且那個黑牛上面還長一隻 皮腳 就對著那個小孩衝過來 結果他 他眼看快要 攔不住那個 因為他是待在圓圓 看到那隻牛 快要攻擊那個小孩 他覺得來不及了 所以趕快搭一箭上來 我好像對那個黑牛射過去 結果對那個黑牛射過去的時候 他要射到那隻牛的時候 牛就突然消失不見了 結果那個劍 跑死不死 就射到那個小孩子 那小孩子一射 就倒地了 糟糕 我怎麼把那個小孩子給射死了 糟糕他就很緊張 準備要過去 去看他之前 又跑出來一隻白虎 不是白虎 跑出來一隻老虎 就過來把那個小孩叼走 他就說 這個小孩子 明明真是悲慘 除了被我劍射死之外 還被一隻老虎叼走 然後吃掉了 這好可憐 然後他沒辦法 他就只好回到家 回到家 他怎麼看到 家裡有一雙男生的鞋子 他就開始質問他太太 為什麼有男生的鞋子 他就說 這是你兒子啊 他說 那我兒子在哪裡 他出去打獵去啊 然後他多大 他就描述了 就是剛才那個小孩 各位知道薛仁貴的小孩叫什麼嗎 薛定衛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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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薛定衛 薛定衫 對 薛定衫 就是他兒子叫薛定衫 那為什麼被老虎 等一下 那個黑色的牛 頭上長腳的 傳說是蓋蘇文的原本 剛剛那個黑氣跑出去之後 他為了要復仇 所以變成了一個有機腳的牛 然後讓薛仁貴射死他兒子 可是因為射到他兒子沒有真正死掉 結果那時候薛定衫的未來師父算好了 這是我未來的徒兒 現在目前有劫難 好趕快派一隻老虎 去把他丟回來 趕快救治他 所以是後來那個老虎師他師父派出去 然後把他丟回來之後 然後就好好把他醫治好 然後又教他很多的奇色之術這樣子 結果後來到最後好不容易 真的他功成名就 就是他的武術練好了 薛定衫就下山回到家 後來就跟薛仁貴 兩個父子倆並肩去珍惜 攻打西方還有一個 好像是突厥還是哪裡的那個外祖 結果在去攻打的途中呢 那其實那時候都是薛仁貴很厲害 就是還是一樣就是戰爭的很辛勞 然後有一天他在戰爭到 那就是中間的那個中間在沒有戰士的時候 他到野外去他突然覺得很累 他就坐在石頭旁邊睡覺 結果在睡覺的時候突然就原神出敲 一隻白老虎就在 一隻白老虎的人就在他周圍這樣走來走去 然後他的兒子薛定衫從他出現 怎麼有一隻白老虎在我爸爸這附近 趕快搭劍一射 就把那個白老虎 那個劍就朝那個白老虎射過去 結果射到白老虎之後白老虎也消失了 他爸爸就死掉了 在那個書堂演藝裡面他就講到說 後來就是薛仁貴被他兒子給射死 那薛定衫 薛定衫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這個故事 薛定衫的太太 薛定衫大概有兩個還是三個太太 三個太太 他最有名的太太是第三個 叫什麼 凡麗花 對 凡麗花 所以其實在那個什麼 說堂演藝裡面 就是算是珍惜啊 薛仁貴珍惜的那一段 講的都是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凡麗花很厲害 然後薛定衫像一個鼠爛一樣這樣子 做不了什麼事情 都是靠那個凡麗花很厲害的一些巫術啊 或什麼 把敵方打退 那現在就是說 蓋書文被薛仁貴殺死 薛仁貴反而被他自己兒子 射死 射死了之後呢 接下來到第三世 第三世到哪一個王歷 唐玄宗 來 我已經給各位提示了 時間 我先把唐玄宗的講完好不好 唐玄宗的各位猜猜看 青龍心轉翅會是誰 蛤 白魯仙 答對了 就是安魯仙 青龍心轉翅是安魯仙 好 那白魯心轉翅是誰 劉王記得三世亂鬥 青龍三世寶堂 白魯 青龍三世亂堂 白魯三世寶堂 青龍亂堂的是安魯仙 誰寶堂 而且常常穿白色的紙 也是很有名的人物 現在看看是誰 誰贏定安魯仙之亂 蛤 知道嗎 姓郭 郭子儀 答對了 好 郭子儀 話說你知道 這邊就已經是月堂演繹了 月堂演繹他就講說 其實就是原本唐玄宗 唐明皇 原本是一個很不錯的皇帝 然後他是到後半段才開始有點比較 開始有點成於九色這樣子 然後但是在故事裡面 他就描述說 當時他因為慢慢的 他就很喜歡找一些巫術來 然後巫術可以跟他講養生之道啊 或者是讓他能夠馬上變換一個位置 到別的地方去遊覽這樣子 其中有一個人就跟他講說 欸 我可以帶你到月宮去一趟 你要不要 然後唐明皇就說 喔好啊 後來那個巫師就帶著唐明皇到了月宮 欸 結果月宮 當時的月宮的主人叫做長額 他出去了 其他的宮女就趕快來招呼啊 哇欸 這是現在當時的這個 那個什麼啊 我們叫真榮嘛 這是現在的那個真榮天子啊 就是唐明皇來了 大家就來招待 結果唐明皇一看 哇這些宮女都好漂亮 宮女都已經這麼漂亮了 那這個主人一定更棒了 所以他就後來在臨走之前 他就在那個月宮的牆上就留下一個詩句 說 他的意思大概這樣講說 如果你們能夠來當我的妃子哪有多好 就是說這個月宮的主人 嫦娥 如果你們能夠來當我的妃子多好啊 然後後來這個唐明皇就下去了 然後結果那個嫦娥回到月宮的時候 一看到這個上面 牆上的詩句他氣壞 怎麼這個皇帝是這樣子 所以他就 他就去告天帝 那個什麼 那個玉皇大帝 他就去告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聽了也很生氣 怎麼可以這個唐朝 怎麼到這個人 就這樣子 不行 我一定要派一個人下去 把這個唐朝搞得更亂 好 當時他就想說 派誰呢 清隆心 好 他就把清隆心叫過來 結果 清隆心來面見玉皇大帝的時候 玉皇大帝就說 我想派你下去 你今天現在這個皇帝已經 已經開始覺得 那個非常不好 他居然 貪色的想 貪到這個 這個 那個什麼 天上來 所以 你下去 幫我把他 搗亂 你把他搗亂一番 結果清隆心就說 我不要 因為我前面兩次 都不得好死 第一個 被砍頭了吧 第二個 也被這個白虎心給砍頭 我那個什麼 我都沒有 不得好死 然後 那我這樣子下去 不是 我還在塑浮說 我不要 然後這個皇帝 那玉皇大帝就跟他說 那個什麼 可是現在當今的皇帝 那個什麼 就是非常 那個 非常不好 我希望派你下去 那個 去 而且我跟你說 你這趟下去 會遇到一個絕世美女 結果清隆心就 美女 太好了 既然是這樣子 好 但是我要下去之前 你要答應我養的條件 你要答應我養的條件 什麼條件呢 第一個 我前兩世都長得很醜 你要 這一世 你要讓我變成英俊的美男子 然後玉皇大帝就說 好好 我答應你 然後還有呢 你要讓我武功蓋世 不能隨便就輕易又被人家抓了 然後被人家砍 不行 我要武功蓋世 然後皇帝就說 好好好可以答應你 趕快下去吧 就輕隆心就淘汰就下去了 下去了之後 就是變成安禄山 所以安禄山在描述 他就是一個俊美的男子 就這樣子 然後呢 結果他就開始 他的那個美女就是誰啊 楊貴妃 沒有 然後後來就是 那個弄了唐朝 有點那個 然後接下來 這時候那個什麼 那個 太白金星 就跑過來趕快跟那個玉皇大帝 不行啊 皇帝你 糟糕了 你的決定的玉皇大帝 你錯了 你看 現在唐朝的歷史 唐朝的歷史 才多少而已 真正的唐朝的那個什麼 歷史 我們的那個什麼 生死不上唐朝的歷史 要是 兩百多 還是三百多年 唐朝的歷史 有這麼多年耶 你現在如果讓一個武功蓋世 去做萬個之後 到時候唐朝 萬一滅亡了 你之前不是就跟這個生死不符了 所以玉皇大帝就說 那怎麼辦 我已經派他下去了 他已經下去了 我怎麼去 我怎麼把他叫回來 那 那個 太白金星就說 沒關係 我幫你保健一個人 他絕對能夠制服青龍星 那誰啊 白虎星 那白虎星 他就把白虎星招來來說 白虎星就說 一聽 蛤 以後我在投胎 然後呢 到時候 他也說 我不要 因為我前兩次也不得好死 對不起 我漏掉一個 我漏掉一個 我先講一下 薛仁貴 其實在歷史上 薛仁貴出生了之後 羅成還沒死 所以很多人很難交代這段歷史 所以後來 在那個小說裡面 他就有改說 薛仁貴其實原先是出生之後不講話 完全不講話 我也講話 結果好像是到了十一二歲的時候 才開始會講話 為什麼會講話 因為羅成就被亂間射死 他就會講話 一講話 媽媽死掉 媽媽死掉 所以就是白虎星為什麼會可不可不 就這樣子 OK 然後呢 再回來這裡 再跳回來這裡 結果後來那時候就是 那個太白金星就保健這個青龍 那個白虎星 可是白虎星一聽到說我要再投胎 不行我前兩次也不得好死 一次是被亂間射死 一次是被自己的兒子射死 我不要 我這樣子下去到時候又那個 然後那個後來那個什麼 太白金星就跟他說 那個 皇帝請你 那育皇大帝請你給我們一個承諾 我今天舉薦他 希望你讓他下去 能夠那個什麼 能夠就是能夠終老 能夠善終 好 能夠善終 但是我保健你 這個白虎星 絕對能夠幫你制服 青龍星 結果後來育皇大帝也 答應讓白虎星可以終老 所以後來投胎之後就是郭子儀 那郭子儀其實出身一樣 也算是一個就是 會逞兇鬥武的人 然後後來有一次 但是他 他雖然逞兇鬥武 但是他是比較有意氣的逞兇鬥武 他有一次看到那個什麼 呃 當時的唐朝的兼臣 有一個叫李林甫 各位還請 各位知道嗎 李林甫 李林甫 這個兼臣的一個子子 子子呢 在 在春節的時間 不是都有花燈嗎 然後他就在看 他就在霧色 他的子子 就看到那個霧色 有一個 有那種婦女落膽的 他就想要去調戲他 或者是想辦法 派人把他擄了 然後變成自己的人這樣子 所以就在那個看花燈的時候 正好郭子儀也去看花燈 然後就看到他的子子 就是在 隨便在調戲婦女 他一氣之下就站出來 站出來之後 跟他的 一講話之下就起衝突 衝突之下 他就把那個 他那個李林甫的 給殺了 殺了之後 他就被關坐牢了 關坐牢了之後 結果 關坐牢他怎麼有可能 會被變將軍去那個 最後來舉薦的那個人 各位知道誰舉薦郭子儀嗎 給唐英皇 知道嗎 也號稱是太白的金星轉世的 李白 答對了 李白 就是李白跟唐玄宗 說舉薦郭子儀說 他是可以幫你平定安禄三之亂 所以這時候 那個在李白的舉薦之下 郭子儀才能夠 才能夠 就是出牢 然後開始去 那個幫忙 平定安禄三之亂 然後後來平定了安禄三之亂之後 安禄三之亂 但其農型又被殺了 然後但是 反而郭子儀 他後來 他那個 小說裡面描述 他的七子八婿 七個兒子八個女婿 都都有 都有官座 然後他們 他整個 他這個人也是三中 OK 好 這一系列的故事 這個就是在 說唐 那個什麼 隨唐 說唐 跟樂唐演藝裡面 提到的故事 來這邊 隨唐演藝 說唐演藝 樂唐演藝 裡面的 然後另外國光集團 他曾經在有一年 就在 在表演這個 青龍三世 青龍三世亂 白骨三世爆他 他有講到這個故事 OK 好 那當然還有那個 我要 本來還要再提 稍微提一下玄武門之變 因為講到唐朝 唐朝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好 那尤其是唐太宗有很多的故事 欸各位 我先 先點一下 然後之後有 下次有時間 我們再講 我先問一下各位 各位知道門神 門神 門神是哪兩個人嗎 蛤 魏征不是 魏征其實算是後門的門神 蛤 秦書堡還有一個誰 魏征 魏征 我們要念 魏池公 魏池公 或者叫魏池盡德 其中有一個 那秦書堡叫秦琼 琼就是那個 那個很難寫的字 一個邪欲爬 琴琼 好 秦書堡跟這個 這個 魏池公 這個跟唐太宗有關的故事 各位知道這個故事出自哪裡嗎 也是你們家運不曉的書 門神的故事 西遊記 對 西遊記 好 那當然下次有機會 我跟各位講這個故事 包括連頭 玄武門之變 這個東西 那它裡面玄武門之變 其實也牽涉到了天象 但是這邊的天象 會跟法醫講的不太一樣 但是其中有一個 這個 是 有的 也跟各位先提示一下 它叫做 太白 又跟太白的基性有關係 它的字叫做 各位有興趣可以先查一下 它叫做 太白 行於日策 然後 限於 琴芬 所以當時就是 當時的天文官 就認為說 看到這個天象 認為就是秦王 然後就被死起來作亂 就是 反正那時候是認為秦王 秦王是誰啊 秦王就是 李世民 然後他的弟弟 李元吉 叫做齊王 他的哥哥李建成 是太子 好 那時候是認為秦王 這一系列的東西 我們再找機會 跟各位講 跟塔太宗有關的 包括門神 包括這個 玄武門之變 相關的事情 好吧 OK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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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